李世民在晚清 能像明治维新一样 让中国富强吗 我讲几个小众的事 但咱们体会体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啊 英法联军嘛 他们为什么补给 一直没有问题 首先他们有船嘛 船上有东西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英法联军背后啊 一直有中国的老百姓 给他们运物资 就是这些人不是被逼的 当然给钱 给钱我就给你运物资 从南方就有南方的那些中国老百姓 给他们运物资 到了华北 也就是金京 他们登陆之后 也有北方的老百姓 给他们运物资 而且有一个事 大家应该都听过 就是英法联军 他们把圆明园烧了 他们又抢东西 他们抢完之后 也有一群中国的老百姓进去抢 这是这么一件事啊 很多人觉得肯定无所谓 比如说有人说的 清朝不是老百姓呢 是八旗贵族的 就这种思想吧 咱们记着这种思想 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我对这事没有责任 这样一种思想 然后咱们再说一个日本的事 很多人听说过这么一个所谓的段子 但其实也是有真事 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很多日本女人到东南亚去卖 然后钱递回日本 让日本卖军舰 打赢甲午战争 这个事儿呢 应该这么讲 不能说 甲午战争 日本的船 就是靠那些日本女人买的 那肯定不是 不只是 但是 当时那些日本女人去南洋 他们有个称呼叫南洋姐 他们确实挣了钱 寄回国内 也支持 富国强兵 日本当然不只是一个南洋姐 整个当年的日本那些人 老百姓 是不是都是这样 所以你说日本为什么当时能强大 他还打赢了中国 还能打赢俄国 而中国呢 中国在当时那是什么状态 就像刚才有人在弹幕里说的 国家是清朝的国家 是八旗的国家 跟我没关系 我想抢就抢 我想卖国 我想资敌 给洋人运物资就运物资 我没有错 我没有责任 那这两个国家的国运 能一样吗 那时候都吃不上饭 谁关心政治 这话不对 其实很多时候 绝大多数时候 正是因为吃不上饭 长期吃不上饭 所有人都去关心政治 陈正能吃得饱饭的时候 反而很多人是不在乎的 是只在乎自己的 只关心自己的 而且你要说清末 吃不上饭 所以才不关心政治 民国那会儿不是比清末还刺 民国的军阀混战都打成什么样了 都惨成什么样了 那为什么又开始关心政治了 更关心政治了 在近代呀 就民国那会儿 胡适啊 鲁迅呢 可以说是所有人吧 在有一点上是有共识的 就是所谓要唤醒中国人民 就他们总说中国人民是麻木的 怎么意思 是说中国人民不反政府 反当局吗 不造反吗 不是 他们说的意思就是 当时清末的老百姓 一副事不关己 肉食者谋之 就是关我屁事的这种麻木 这种状态 价值观念 所以要唤醒 唤醒他们是干啥 不是让他们去什么造反 去搞破坏什么 不是 是唤醒他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意识 后来呢 也真是唤醒 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讲五四运动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它确实是让 当时很多中国人 开始分心国家的命运了 以前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 很多中国人真的就是 不管我事 那都是上层的问题 那都是他们的事 那种状态下 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 这不是靠少数人 一个政府 兵英阶层 他能解决的问题 对意识和物质都存在待差 这种差距并不只是说 科学技术啊 物质上的 包括意识 也是存在差距的 刚才有人说 李世民能耐领国家 走向富强 像明智维新一样 我觉得不能 你要真是放在 清朝灭亡以后 那有可能 那个时候 国民的意识 确实觉醒了 但是你要把它放在 清朝后期 晚清 没用 社会越好 越爱国 这个有道理 但是呢 社会越好 越关心社会 越想让社会变得更好 越想让国家 变得更好 这个不一定 其实是在社会不好 国家出问题 也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和尊严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想让社会变好的 反而社会变很好了之后 大家对这个事 就不是那么的在意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